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常书心原著 光合积木之罪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476集 网吧的声音总是千篇一律 刀声枪声砍怪声声声惨烈 网吧里的人大多数都带着耳麦盯着屏幕 身无外物人人入迷 刚吃完中午饭 王诚又坐在一家网吧宽松的VIP包间里 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屏幕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这种虚拟世界里称王称霸 不过在今天这款射击游戏中 和自己搭办的几个队友实在不怎么样 一直拖后腿让他有点恼火 又一次被人完爆以后 他气得直拍桌子 组队请求 组队请求 不经意间 他看到了一个闪烁的通知条 正打得郁闷的他 随手点开了对方的资料 和自己级别差不多 没怎么想就允许加入了 两人组队又加了几个队员 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三分钟过去了 他眼睛亮了 这个网名汉水娘的家伙 居然是个高手 对方两个队员刚跳出来 凌空未落就被爆头了 五分钟过去了 整队无人伤亡 反倒是对方被打得惨不忍睹 只剩一个人了 他压抑了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开枪呢 又过了三分钟 最后一名敌人刚侧身冲出来 又迎来一个完美的爆头动作 王成乐坏了 拍着桌子狂喊 心想这他们才叫队友啊 几轮过后 自己这一队如入无人之境 迅速攀上了 及时游戏的第三名 对战的请求排了十几列 都不服气 要来一较高下了 王成从来没有遇到过 让他如此热血沸腾的完胜 他顾不上其他了 紧张地操作着 不时地和对方在屏幕上交流着 可能他做梦也想不到 和他搭伴的人是警察 于醉等人此时才领略于峰的风采 用着房间的笔记本 于峰玩得可轻松至极了 虽然在射击场上 十打九不中 可游戏里 他对各类武器的性能是了然于胸 随手一点 一个人能打一对 曹亚杰和鼠标看的直则蛇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孙毅和骆家龙把这货捧为神人了 确实神 从开场到现在 居然没有空过一枪 于峰看着一杆瞠目结实的队友 笑着道 嗨 这都是我玩剩下的了 小时候玩街机 一枚硬币就能打通关 每次去玩啊 游戏机房的老板都给我说好话 让我生意清淡的时候再去 不收钱 嘚瑟的样子 别人不理会他了 李梅却是盯着一瓶的解析数据 偶尔在纸上写着什么 于最凑上来问时 他说道 他在网吧已经玩了两个多小时了 按照他的习惯 恐怕带到天黑了 今天玩得高兴 没登陆QQ联系 看来他们之间的联络很松散 于最手肘支在桌子上请教道 飞姐 他要是上QQ 你第一时间能知道 那当然 李梅道 手机号 银行卡号 住址 都已被支援的外勤 悄无声息地掌握了 于峰 想办法和他建立联系 他现在一定很仰慕你 沟通的时候 让肥姐说话 肥姐这女生 只要不然 还是挺性感的 去死吧你 同志们 相信我 咱们现在正在做一项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试验 用我们思维的子弹 在虚拟世界里击中对手 一定要听从指挥啊 你这意思是 供应他上钩是不是 对 行吗 当然可以 这个时候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兴趣 万一建立联系 他一下子发现你是异性 那种强烈的好奇 一定会驱使他追着你不放的 飞姐 成败全靠你了 虽然现实世界里 你是个肥妞 可是 虚拟的世界里 你完全可以成女王 于醉凛然道 忽悠着李梅上路 李梅不确定地问 那和他说什么 尽情释放你心里的阴暗 特别是男女之间那种 遮遮掩掩掩的话题 永不过时 解释了半天 鼠标听出来了 插了一句 这他妈不是搞仙人跳吧 滚 于醉盲目迭地回道 又跑到渔峰这 游戏还是渔峰操纵 李梅观战 两人使着眼色 点开通话时 李梅无师自通一般 几乎是现场指挥 说着李梅看着几位队友 似乎在征询他的表现如何 那几位悄悄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这个时候 网名叫无影侠的王成 终于被震惊了 听筒里传来了他诧异的声音 哇塞 海北宁 你还真是女的 是美女 你这无影侠可是名不负实啊 声音这么好听 不可能是老娘吧 嘿嘿 是小娘子 娘子的声音真好听 我都有点动心了 就怕你们这样的满足不了美女的胃口啊 李梅咬牙切齿 红着脸道 话筒里又是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 房间里歌几个也听得差点喷了 这美女的胃口绝对满足不了 不过豪放的汉匪娘 绝对勾起了他们猎奇的胃口 已经有一位队友发着QQ号 想要和李梅交换联系方式了 李梅兴奋了一下下 捂着听筒道 上钩了 他要我的Q号 给他 不要主动夹他 等着他夹你 接下来鱼罪又开始布置 要找一张照片放到李梅的网络相册 没现成的 好吧 把史清淮和肖孟奇的PS一张 当成两口子 什么 那不是有夫之妇 这调不到嫌疑人吧 你们懂个屁啊 这样才稀罕 几个人嚷着 忙碌着 把这个网上仙人跳搞得是越来越像回事 游戏玩着玩着又是两个小时过球 哇 这汉匪娘真凶悍 王成一直玩到汉匪娘下线 聊过了几句是自由职业者在无宁出差 这么巧的事让他震了一下 打开QQ时他迟疑了一下 一种莫名的警惕声了起来 不对 好像想多了 对方根本没有加他QQ的请求 他查找着这个号码 一看注册地是京城 一看网络相册里有两三张照片 是一对男女 男的很帅 女的很漂亮 像是两口子 他的戒备心一下子消除了 申请加好友他留言了 汉匪娘子 我是吴影侠 哪天约完啊 我也在无名 怎么办 到关键时候了 现在约他 李梅紧张了 没想到这货真上钩了 可是相册里是肖孟奇和史清怀的照片 真见面不就露馅了吗 不会现在约 你这样说 再开会 李梅在电脑上输入着 抬头问 他问我在污宁干什么 告诉他 你是卖钻石的经理 搞直销 李梅按鱼醉说的回答 过了一会儿又抬头问 他说他对钻石很感兴趣 他在射图给你找话题 没事 瞎聊呗 把你当成高傲的女王 对他不屑一顾 有一搭没一搭说话就成 懂了 李梅一低头 运指如飞 不过对方明显 不是心在钻石上 一会儿问年龄 一会儿问家庭 而李梅则保持着不远不近的接触 聊着聊着 渐入家境以后 冷不丁李梅惊声尖叫了一句 他要和我视频 坏了坏了 给他发个照片 肖梦奇的 鱼醉慌乱的 心想对方肯定上钩了 李梅刚一发又喊起来了 他说太小看不清 调性调义的 拍个敏感部位 鱼醉掏着手机 不过一看满屋几个货色 都不入眼 盯上李梅时 李梅吓得一五前胸 紧张地喊着 绝对不行 好像就你一有凶似的 老曹 来来来 拍鼠标的行 鱼凤帮忙 鱼醉一看 正躺着犯迷糊的鼠标 集中生智了 藏雅杰和鱼凤 把鼠标拽起来 外衣一脱 嘿 鱼凤的眼睛亮了 咱们彪哥还真不错 老曹也使坏了 从卫生间里拿着浴巾 鼠标迷迷糊糊地嚷着 咋了咋了 你们想在我身上发现啊 咔嚓一张 鱼醉眼睛一亮 惊呼道 我咔 李梅一看 乐得快笑翻了 接上电脑 简单一PS 发过去了 要是用彪哥的胸 把嫌疑人调出 那他就太悲碎了 笑声还没结束 李梅又开始惊呼 完了完了 他彻底被鼠标 迷住了死活药视频 快去 把烧梦齐拉过来 鱼醉惊呼道 诶 鼠标一听这事来劲了 一咕咕声爬起来 踏拉着鞋和老曹 一起去喊人了 杨泽 你还在吗 王成又说了一行字 心里有点痒痒 经常泡在网上的人 一般都是无聊 空虚 寂寞 不过这个似乎不像 应该是一个搞销售的 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勾搭呢 他心里白爪挠心地想着 约出来吃饭 有点快了 约泡吧 人家不一定去 只有找到对方的弱点 才有可能调出来 于是他飞快地 输入了一行字 娘子 我是做汽车配件生意的 客户很多啊 要不要 介绍几个大户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